今天一早雪兰的雪邦推示庭外 已经可以看到国内外媒体架好摄影机助手 不过和之前的大盛况比较 今天的媒体人数明显减半 但是警方仍然高度戒备 正报警察核枪实弹的在场就位 对进出的车辆警方也是谨慎检查 而媒体只被安排在封锁线外拍摄采访 不久之后身穿蓝色衣服的女嫌犯段石香 以及红色衣服的CD爱莎 她们身穿防弹衣 在女警的押送之下 快步进入法庭 以避免遭到任何袭击事件 针对这宗轰动全球的谋杀案 雪邦法庭裁定将她移交至沙亚男高庭审理 双方代表律师在走出法庭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两位女嫌犯目前身心状况良好 她们仍然对案情保持乐观 只不过CD爱莎的代表律师却控诉检方 没有提供闭露电视的画面 让辩方获取关键证据 沙亚男高庭会在什么时候开庭审理 目前还被撬定日期 如果谋杀罪名成立 这两名来自越南和印尼的女嫌犯 最高刑罚将会是死刑